第18號中度颱風米塔 正在靠近當中 目前北台灣的風雨顯著的增強 第18號中度颱風米塔 下午5點的時候 颱風中心是在宜蘭的東南方 大概170公里的海面上 我們現在呢 它的整個暴風圈 已經涵蓋到了東半部的陸地 預計未來它會朝 偏北北溪的方向 通過東北方的沿海之後 台灣的北部海面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是颱風相對我們最靠近的時候 最新的觀測資料顯示 在宜蘭附近的浮標資料 已經觀測到了5到6公尺的浪高 而且呢像蘇澳還有花蓮 也觀測到了10級的震風 顯示東北部 不管是陸地或者是海面的風浪 都顯著的加大 那我們預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東北部 北部地區正是風力最大的時候 另外呢在 中南部地區 由於東北風順著台灣海峽地形 吹下來 也會有比較強的震風出現 至於被風測的花蓮到台東 預計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風力的狀況會稍微減緩一些 不過要提醒的是 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花東地區可能會有焚風的現象 至於在降雨的部分 今天下午過後到目前為止 尤其是在宜蘭地區 一陣一陣的雨勢越來越大 尤其在宜蘭的山區累積的雨量 正在快速的增加當中 過去的這一兩個小時 桃園以北的地區 也有比較明顯的雨勢出現 最近的一到兩個小時 宜蘭還有大台北跟桃園地區的 食雨量都有達到30到40毫米這樣的等級 顯示颱風的影響正在加大當中 那我們預估 從今天一直到明天 颱風影響最顯著的這個時段 蠔雨特報的內容要提醒的是 宜蘭的山區會有局部的超大蠔雨 宜蘭的平地 新北的山區跟桃園的山區 會有局部大蠔雨 另外呢 在台中、苗栗的山區 新竹地區、大台北地區 還有基隆地區跟花蓮的山區 會有局部的蠔雨 提醒大家 山區如果持續降雨 可能在北部或者是東北部的山區雨 是最明顯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可能會造成 攤坊或落石、吸水暴漲等等的現象 平地比較低勢 比較低的地方 也可能因為雨下得又急又快 造成一些積水或淹水的現象 請大家要特別留意降雨的 可能造成一些後續的影響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是颱風影響最顯著的時刻 尤其是在北台灣 也就是宜蘭到整個北部地區 風雨的狀況最顯著 請大家及早做好相關的準備 並且隨時更新氣象局發布的相關訊息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颱風說明